听着行走,一路向前,不乏深远踏实,方能沿着初衷抵达高速。 我一直热衷表达,但会说,只能赢得掌声,会听,才能唤起别人的心声。 从嘉明到嘉明哥,绕着世界回到起点,蜕变的是阅历,不变的是真诚。 我是李嘉明,跟我一起向幸福出发。 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分享爱的力量,让我们向幸福出发。 红颜天空上,彩彩排长一看。 我把你放在空上,让我住在空上。 我可能就把你放在空上,我牵着一看。 我全给你说。 说话,不要动手。 主持人现在容易嘛,不但要主持节目,还是调解矛盾。 你今天就应该做事了。 爷爷您夸着一样 和他找男朋友不要联系在一起 好像爷爷的意思是 好好找男朋友 找不着的话到我们这儿来 我爱说出来 爱说要说的快 说出来爱要在身上 你们都无爱 应该去表白 打开心中离开门 把爱唱出来 把想要说的话 把说不出口的话 把藏在心里的话 爱要在身上 把想要说的话 把说不出口的话 把藏在心里的话 爱要在身上 想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 唱出来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谢谢我们的音乐园员 谢谢乐队老师 本栏目是由 婚庆黄金 9999专家鸳鸯金楼 独家冠名播出 开始我们每周星期二晚上的这个约定吧 走到他的身边 聆听他的故事 获得他的智慧 获得他的力量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关注腾讯视频腾讯图片和新浪微博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动态信息 开始我们今晚幸福的讲述吧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山东金炮一师家床品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提供的一份精美的奖品 谢谢 感谢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有请的是接收人 大家都非常熟悉 也很喜欢 有请二炮文工团的著名歌手 乔君 请订阅 哎й来 嘿咦刘 哎诞咦 红伽活可大做 红伽活开心旅 红伽活大团结友 红伽活可见活加油 见火加油 今天乔军是作为接受人来到我们现场的 其实这是你第二次来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朱志文是委托人 感谢您的 你知道今天又是谁委托我们节目 邀请你来到我们现场的吗 不太迅速 究竟是谁呢 那我们掌声有请委托人 小小猪牌江东游 滔滔江水西洋风游 红星山山凉 找我去战斗 得命在带入朝涌 前夫后妻跟当走 前夫后妻跟当走 那谁快乐你修世界 传礼江山几切修 几切修 那谁快乐你修世界 祝我求聪无器你修世界 观灵将山几切修 万里江少 万里江山几翅 万里江山几乎 万里江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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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最冷之后绽放 看见春天走远离我 雪花飘飘飞风消消 天天一片苍茫 一剑海味熬离雪风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为自己长留心结 雪花飘飞飞飞 雪花飘飞飞风消消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剑海味熬离雪风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为自己长留心结 雪花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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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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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這樣下去 我估计 炒了没完没了了 你就在我边上先坐会吧 不畏惧你的 请过来 这主持人现在容易嘛 不但要主持节目 还调解矛盾 这个兄弟子 他不管聊好些人这节目 你们几个人 先说你们三个人吧 你和刘仁喜 你和刘畅 三个人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呢就是 那个农民兄弟关系 我们呢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们要是上楼 必须得有台阶 我们要是把我们这个艺术呢 提高 那就是乔军老师 给我们搭理这个台阶 对 是的 那个随时我在电视看到 乔老师唱农民兄弟 这首歌的时候 我当时 我那时候是在聊台 刘畅老师俩在一起 然后我就问他刘畅 我说乔老师 你有他的号码吗 他说有 他说你早有什么事 我说我听他唱那个农民兄弟 特别的感激 我说最有体会 我说咱们这个农民 就这么要打号码给我以后 我给收集成上了 我想给乔老师挂电话吧 又怕乔老师 因此俊女的歌唱奖 咋又没见过面 是不是能不理啥呢 当时想了好长事件 最后边硬个头皮就给他挂电话 当时挂电话的时候 乔老师很高兴 他说行 你这首歌应该在哪上 在网上可以下 以后就等我下来以后 我告诉你 伴奏啊 把歌词全部都下出来了 我就把这首歌 练 练了好长事件 我和乔老师通电话 我说这首歌唱不住了 我去找你再去学学 就这么又上乔老师那去 你知道 你就是去乔老师家了 对对 上乔老师他家去 那么乔老师 反正大老远呢 反正我也空手去的 因为我这怕呢 那北京都到了 我也不熟啊 我过去之后 乔老师又请我吃饭 又给我拿车钱 这确实是可以体现出 你的人格魅力 就是因为农民嘛 就是我自己也农民 我特别知道农民的这个疾苦 一步步的真不容易 他从那个农村走到北京 再坐公交 再转到我家里 我就大喊灵灵 我自己能感觉 我就是经常 这么去拜访 这位老师 这位专家 所以将心比心 你是可以体贴他的 特别特别理解他 说到这个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合作一把了 好 想起妈妈的怀抱 我就能睡得着 像大爸爸的镜头 我就有了依靠 看看妈妈的脸庞 我学会了微笑 摸摸摸爸爸的双手 我就懂得了亲牢 妈妈呀妈妈 儿为你们养牢 事业不为你敢 可就会养 妈妈呀妈妈 儿为你们祈祷 愿你们健康长潮 幸福到老 谢谢啊 谢谢啊 你今天呢就应该坐这儿了 能就没有太好 我 你安自熟悉一点 已经都感谢完了 今天人家是主委托人 让你坐这儿啊 是是一定 不意思 对对对 朱军大哥 我露肥也露不过来了 朱军大哥 他用今年春晚的一句台词 你很调皮 你家里人知道吗 你说刘畅啊 刘畅怎么认识乔京老师的 你也上过他家 亲自给你抚养 这两个农民去到北京 是个联络典 怎么讲 是联络典 可以就是咱们农民歌手到北京的办事处 哦 联络典 这个咱们到北京啊 就是刘老师 呃老朱 呃 上台下都吃过饭 包括我 乔老师呢 也给我拿过打车钱 我是处处啊 以乔老师为榜样 但是他认识我也是 实际上是这一次 山东也是演出 对 中央七套一个演出 对对对 比如说要去唱歌 那会儿我第一次印象特别深 好那按照规定 就也要开始表演了 合作一把 叶上在天际间 饭菜多吃西口 出门在外没有 毛的小米粥 一会儿茫茫些 一会儿茫茫厚 一会儿又把香气的事 塞进耳朵 都 如今有梁 离开家的时候 天啊 海里江儿行 千里牧带有 千里路啊 我还不美走 就看见泪水在妈妈夜里 妈妈夜里流 妈妈也有 我觉得就像嘉明哥所说的 可能乔军老师身上是有一种很朴实的人格魅力 让人很愿意去亲近他 是的 我们还给乔老师准备了礼物 哇 这是什么 大麻袋啊 米 大米 这是哪里的米啊 这是我们的米 东西 大米 这有多重啊 这有一百几十斤 一百几十斤 你从老家跑过来的 果果 这真苹果 是苹果 这苹果很好 家里长的 哎呀 哎呦 天呐 这苹果真是 又大又红 没得再重新 每次到北京来啊 都烧他自己家里 来来来 谢谢 我有了 我有了 老初啊 我们俩都 都给乔老师带礼物了 你今天带了吗 哎 你带礼物了吗 你带礼物了 我跟你说 我说你们两个 不够意思就不够意思呢 本来呢 我站在隔层面 我打听了 就是说你们给乔老师带礼物了 我呢 也不能恐说 不能恐说呢 以后送礼物 在这个咱们吧 祥幸福出发 这个 这个节目上送礼物 给乔老师送礼物 哎 恍了我不得了 一经常呢 我送房屑 平常乔老师呢 穿了屁屁屁屁 我一经常啊 就是现在在会他 穿了一落的屑 我 我没法穿了 我 我拿着你看 一个黑的一个背地的 真没法送来 没法送来 我只能给我穿了 你的心意我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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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你的心意我领了 对 冲上我们舞台的人也是你 觉得他们感谢不带你的人也是你 你说人家特别有诚意 礼物也带来了 歌也送上了 那你怎么着呢 礼物没有 得用歌来表达诚意啊 你能和乔老师合作吗 那不行 就是我 你还不行啊 我不是不行的 我 我想说我不行的话 就是为了感谢咱们全国的父老乡亲 那么支持我们浓密兄弟呢 咱们 是不是 和尚一首 做好点做到底 送锅送到底 来来来来 今天没有一个事 对 对 咱们这样 咱们就唱一个大家熟悉一点 跟观众在那等着呢 唱一个熟悉的在哪桃花盛建的地方 你看怎么样 那呢 撞 撞 桃花盛建的地方献给大家 我都映在明镜的水面 淘汰的怀抱着修理的村库 啊 啊 不想 熟悉了我的地方 对表你的景色更加美好 我愿伶怎么想 是好的 中山在灵的对面 啊 不想 好 好 啊 你 配合 对表你的景色更加美好 我愿 出手在奉劫的 变奖 其实啊 就是我们大家在说啊 在闹啊 在讲这么多 其实对于我来说啊 我是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这种情怀 因为我呢 以前就是个地道农民 我们能走到一块 首先第一就是我们呢 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个都是农民出身 我就是个地道农民 当过中学老师 大学老师 现在在专业文工团 当歌唱演员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有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喜欢唱歌 所以我们走到一块来了 我在一步步走的过程中 因为我也在求学嘛 就是在走到过程中 我觉得农民特别艰难 你说像我们也会拿着这样的土豆山 去找我们的老师 也会经常流泪 经常流汗 就是我所谓特别的 就是能够体会到我们这几个农民兄弟的 这个不容易 因为他喜欢唱歌 他爱在行 所以他就全部护出去 但是非常艰难 非常的这个 这个不容易 所以我一步步走到一块 所以我们能走到一块的原因 还就是原因我们共同出身 共同的爱好 老师 你把王国老师打 乔丁应该算是农民歌手的 心目中的恩人 对他们来说一定是这样子 是的 所以在我们现场这个机会 碍耀大声唱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合作一首歌曲 送给所有的农民朋友吧 好 没有你事 我感谢你干嘛 我应该感谢乔老师 你感谢乔老师 前天都感谢完事了 是不是乔老师 你看 还是你是李儿 老师我前天 就是我感谢这个沙发来 在向幸福出发的现场 我们最讲究的是大团圆 对 好 嘉宾说的对 那就带你一个吧 咱们大家共同 四个人 好 共同演一个农民兄弟 现在在座观众和 全国的电视观众 好 谢谢 你上边啊 今天都没有你事 你怎么有事 曹老师在东边来 日出而作日 乱而息是农民兄弟 面朝黄土飞茶苍天 是农民兄弟 把羹地当花秀的是农民兄弟 把花不满彩蓝地 是农民兄弟 我该怎样谢谢你 我的农民兄弟 我该怎样谢谢你 我的农民兄弟 我该怎样谢谢你 外出打工回家中的是农民兄弟 把羹地当花秀的是农民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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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兄弟 我该怎样谢谢你 我的农民兄弟 农民兄弟 我的农民兄弟 我该怎样谢谢你 我的农民兄弟 农民兄弟 农民兄弟 我的荒天好土 我该怎样谢谢你 我的农民兄弟 农民兄弟 农民兄弟 我的荒天好土 我该怎样谢谢你 我的农民兄弟 我的荒天好旁 我的荒天坡 我该怎样谢我 天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这项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有请委托人孙晓菱 当今夕大 也许难看 看见 天 谈 呀 啦 說 走近血海 呀 啦 里 說 走近靠遠 雅拉松 走向阳光 雅拉松 走向阳光 雅拉松 走进雪山 雅拉松 走进口远 雅拉松 走向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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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在跟一个人没有聊天之前 也通过他的歌声去认识 了解感知他 其实刚才小林的这个歌声里面 释放了很多信息 我个人的感觉 我至少可以猜出他的性格 开朗 直爽 至少在他的歌声里面 传递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猜对了还是猜错了 你这样你不要直接问 等一下我们访谈完之后 你来看一看 通过他跟我们之间的交流 判别一下你之前的这个 对他的了解是不是准确 来看一看男人的直觉准不准 我们看照片 这穿红衣服带绿色围巾的是你吗 嗯 你的职业是尼瓦匠吗 我看到周围全都是男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应该是一个体力活 苦力活 女生可以吗 嗯 你们队里有几个女生 两三个女的 两三个女的 这就是孙晓琳 我喜欢这张 我喜欢手里拿了两块砖 然后你那应该是在唱歌对吧 哈哈 哇 好有气势 这算是你的一个小小的舞台吗 一下能扛多少的砖头 嗯 转头吧 就是嗯 抗吧 就是当那 那就当结果 晚上扔的时候吧 扔了两块 到三块 要是当那推男 都推一差一差点 嗯 也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小琳 你要干这体力活 是不输给男人的 嗯 对吧 嗯 你说在工地上队友们都会来点歌 都喜欢听你唱歌 是不是你一唱歌 大家干活也有力气了 更有劲道了 要是歇歇的时候吧 小脸你唱个 咱咱听听吧 咱就歇歇 我就唱个 那唱给我们听听吧 行 好不好 谢谢 不歌唱 方圆穿光 不舍航 叫我等到 不歌唱 谢谢 谢谢小脸 小脸 我看你的背影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虽然你们长得完全不像草帽姐 但是 我就是 因为都是农民歌手嘛 然后都很朴实 我也喜欢大爷歌 也唱莫姐 你都喜欢 喜欢 草帽姐的歌你会唱吗 我也会啊 你会啊 你最喜欢哪首 嗯 喜欢她那个 带着她们唱三歌 我也会啊 你会儿 我也要不是 俩倭 不过 你自己就舍意 来 赶墓 农云 很厉害 廓壇 都 让你 而方色 到草代 让出大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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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一下 给小学没一行的时候 想看一下 孩子现在多大了 大得十岁 老得八岁了 你有没有想过 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 真不想的 他不给我 小玲 你今天是委托人 说明你要表达一份特殊的谢意 你想向谁表达 我吃了 我以为 我就想表达 我对俺姐 我就觉得 我想感谢俺姐 姐姐 是听姐姐吗 跟我们说说 从我 我从小 就是俺姐 把我看大的 我一直以来 都是 照顾我 从我离婚以后 那一个月 也不出来 通过他们娘家来 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就觉得 就觉得自己 什么都没有了 吃完结 鼓励我 他得给我勇气 也就是说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姐姐陪在你身边 嗯 姐姐跟你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嗯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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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家住了两天 他就 看到我 确实 嗯 太痛 家里太痛苦了 也想想 他就把我 借他 嫁 去 住了两天 嗯 我 我喜欢吃 煮在家里的饺子 他不管我吃了 他又 我妈 他都不给我吃 嗯 其实 呃 你离婚之后 你也是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生活 嗯 自己也很痛苦 嗯 可能一个人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生活下去 勇气也没有了 嗯 姐姐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嗯 把你接到他家 嗯 照顾你 嗯 嗯 也替你来 分解你内心的 这个打不开的结 是吧 嗯 嗯 姐姐现在工作是什么 嗯 那今天是老师 嗯 老师 嗯 嗯 你知道他有没有来到现场 这件事 他不能来 他不得先来 他要去上班 他上班 消费 他要去上学 嗯 他不得先来 嗯 但是因为 姐姐知道妹妹今天 在向幸福出发 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么隆重的 要感谢他 而且姐姐也希望 能够来到现场 给你加油鼓劲 嗯 他来了 来 有请 孙晓玲的姐姐 姐妹俩笑起来特别笑 谢谢 请坐 请坐 姐姐刚才一个小动作 对 也能看出姐姐是一个非常乐观坚强的人 其实抱妹妹那一下 泪水已经出来了 但是一看到我们立刻一擦说 啊 主持人好 嗯 要把最 最乐观的一面 呈现给别人 这说明自己心里要承受很多很多 对 那个 今天我妹妹来参加我们这个向幸福出发 我觉得 非常的高兴 然后我觉得我妹妹吧 说点开心的好不好 这也翻过去了 姐姐也在 你看姐姐 姐姐看到你的时候都一直是微笑着 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我妹妹现在已经从困惑中走出来了 嗯 重新走到了生活的方向 嗯 我很为她高兴 小玲 呃 你在工地上 放声歌唱 站这么高的位置 我觉得你在人生当中 在生活当中也应该这样 你唱歌真的很好听 我觉得你就是歌手 嗯 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农民歌手 而且有一位乔军老师 刚才你有听到他说 他和农民歌手之间的情感 嗯 他特别乐于帮助农民歌手 会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机会 我希望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 嗯 好不好 嗯 来我们有请乔军老师 在他身后的是 刘仁喜刘畅朱芝文 你好你好 又见面了 哈哈哈哈 来 一起一起一起 一起 来 孙晓琳 这个是乔军老师 这三位呢 曾经也和你一样是普通的农民 因为认识了乔军老师 给他们搭建了更多表现的舞台 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都非常喜欢 听他们唱歌 嗯 其中有两位都登上过春晚的舞台了 嗯 对 所以今天乔军老师 你有听到孙晓琳唱歌吗 我真是我想说的 刚才我在后台在后场的时候啊 在后台在谈话 不断你的优美的类似好像原材的声音 关着我的耳朵 嗯 然后我就多次吸引过来 我就在边上听了 唱得非常好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 在这些时间可以的情况下 我愿意这个无场无私的 能够指导也好 帮助也好 更重要的把你们 把你捂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 嗯 谢谢 老师 你下来以后 我把我电话号码给你 你随时随时都给我打电话 好吧 也希望你能够将来越来越好 嗯 希望你们越来越幸福 嗯 谢谢 太棒了 我都季晓琳高兴 希望以后可以常有机会 去乔京老师家 嗯 好好的上声乐课 嗯 我们也希望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你 嗯 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 嗯 再唱一首歌 送给姐姐 送给所有关心你的人 也送给自己 为自己加油打气 从这首歌开始 乔京老师也一定会好好听 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私下跟你说 好不好 谢谢 来 我们鼓励孙晓琳加油 爱要大声唱出来 来 對對太誠懷 天堂嗎 別何妄 心總是北方家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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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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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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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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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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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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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